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到访洛杉矶 华裔女学生无故被控 纽约检方撤控道歉 英国新移民政策或将出台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2日表示 中方正在继续积极与苏丹方面沟通 敦促苏丹方面在确保人质安全的前提下 尽快使被劫持的29名中国员工获释 中国政府赴苏丹处置中国公民预期事件工作组组长 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邱学军 一日在嘎吐木分别会见了苏丹外交部 国务部长萨拉赫等苏政府有关部门官员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一名负责人2日对媒体表示 中国方面正在通过各种途径 向苏丹反政府武装传达信息 要求他们保证中方人员安全并尽快释放他们 据华尔街时报2日援引苏丹反政府武装的话称 目前被劫持的29名中国工人身体状况良好 1月31日由外交部牵头国资委派员参加的工作组 一行6人抵达苏丹首都嘎吐木 配合中国驻苏丹大使馆营救被劫持中国工人 同时督促苏丹政府积极开展营救 工作组组长邱学军31日表示 所有被劫持中国工人战时是安全的也没有受伤 苏丹当地人曾打通被劫持中国员工电话 反政府武装称为中国员工提供了食物 而此前报道失踪的那名中国工人 在逃亡过程中确定头部重担 视线转回浙江 2月1日起召开的世界温商大会 让我们又一次将目光转向了温州的经济 有160多万人在外经商 温州民营经济发达 丰厚的民间资本找不到融资渠道 只能流向借贷市场 但是从近年来看呢 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的民间借贷危机 使温州的经济进入了寒冷期 然而这时却有一位温州商人 把资金转向海外金融业 春节还没过完 借上线温州商人回家团聚之际 昨天世界温商大会在温州举行 南存辉 王振涛等众多老牌温商到场 会上还聚集了众多新面孔 他们都是来自海外省外的温商 会上 浙江省副省长陈德荣在发言时 还特别提到一个人 一位叫林春平的温州商人 20年前他远赴海外经商 目前在中国 美国英属维尔金群岛和马来西亚 都有自己的公司 去年11月他花了6000万美元 耗费两年时间洽谈 在美国特拉华州 成功买下了有着85年历史的 美国大西洋银行 目前林春平收购的银行 已经正式更名为美国新汇丰银行 主要为海外华人办理存取款业务 以及离岸业务 林春平说 在中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 比较少 风险比较高 不如转向相对投资环境良好的海外 虽然资金转向金融业 但林春平表示 他还是不会放弃 原本从事的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 目前他在中国东北 有30多万亩的水稻田 现在正准备在温州 投资一个大米加工基地 当最大的国家 你也得吃饭 你当最有钱 你也得吃饭 这个就是有人力存存的话 这行生意肯定是永久的 林春平说 他下一步的目标 准备以美国新汇丰控股 投资有限公司为主体 在努力收购几家当地的小银行 争取做大做强 让美国人给中国人打工 对于民营经济 将通过这种方式进入金融业 相关专家表示 也不失为一种发展的思路 投资海外的金融业 借助国家的对外的政策 打回中国 借助外商银行的这个牌子 那么到中国势力分支机构 进军国内的金融业 所以我认为了这个做法 在温州来讲 也是个铺平之礼 今天浙江信太集团 开始了节后第一天生产 备受关注的信太重组方案 也已经初步的确定 在信太眼镜主产区 金属一部车间 工人们正忙着赶工 今年信太眼镜生产订单 已经排到了五月份 在将部分不良资产 进行剥离的同时 信太出台重组方案 和转型升级发展思路 包括和行业龙头企业合作 成立眼镜制造公司 重组眼镜行业 联合六家企业 以土地资产 设备技术品牌等出资形式 抱团成立光电集团 探索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在今年的六月份以后 就是整个会恢复正常 恢复到女儿 现在这个状况 浙江各地各部门出台举措 做好加减法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支持企业健康发展 来看报道 新年上班第一天 朱继大东南集团 就获得了一个大礼包 当地政府奖励的 1589万元 新兴战略产业专项发展资金 去年 一直从事传统包装行业的 大东南集团 把股份增发募集的13亿资金 全部投向了新能源材料 锂电池 纳米纤维膜的研发和生产 和大东南集团一样 新年里 朱继56家涉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 都获得了政府的奖励 当地政府为此安排了7个亿资金 比去年增加1个亿 长兴县今年拿出1亿元 作为工业企业奖励贴息 刚刚结束的全省民营经济大会 也传出利好消息 浙江将设立10亿元创新强省基金 大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在做好加法的同时 浙江各地还注重做好减法 纷纷出台减免政策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取消31项 设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三年内免征小微企业 3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宁波市出台扶持中小微企业 26条意见 明确实施社会保险 五缓四减三补政策 10万多家企业因此受益 省国税局出台了 关于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推出了19项税收加快发展 海洋经济的优惠减免政策 另外还对国家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 减低10个百分点征收企业所得税 去年这个政策税的这个期政底 由原来每个月5000提到2万 就是靠近100万户 这个个体户或者小型企业 享受到税收政策的优惠 有辈分之84的多的 这个小型企业和这个个体户呢 就是在免税以下 青春一时 浙江省各地干部 纷纷来到了基层一线 靖村组入农户下企业 贴近群众问冷暖解难题 今天上午 嘉善县靖关锦固建公司 总经理陆小林 迎来了两位老朋友 蹲点干部 嘉善县国税局 税查局副局长吴薇 和嘉兴银行 嘉善支行信贷员小苏 三人一见面 就聊起了企业的近况 嘉善县靖关锦固建公司 是去年1月份 才创办的小薇企业 生产形势不错 但春节前 这家企业却因资金周转问题 差点停产 就在陆小林心急如焚的时候 蹲点干部吴薇 主动帮他牵线搭桥 找到了提供担保的企业 贷到了200万元贷款 解了燃眉之急 春节过后 嘉善县就安排了300名机关干部 来到农村社区 以及中小企业蹲点 为他们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省铁路投资集团年度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浙江省铁路建设的重头系 四线二枢纽项目 将完成投资163亿元 今年 我省铁路建设的重头系 四线二枢纽项目 将完成投资163亿元 其中 宁航 航永客专和杭州东站枢纽 将确保年内建成开通 温州市域铁路 九景渠铁路 金胎铁路 越青湾铁路支线等一批项目 也将积极推进 届时 长三角一小时交通圈和省内两小时交通圈 将正式形成 2012年的2月2日 是第16个世界失地日 西西国家失地公园开展活动 宣传保护珍贵的失地资源 西西国家失地公园开展活动 宣传保护珍贵的失地资源 今年失地日的主题为负责任的旅游 有益于失地和人类 浙江市失地类型较齐全 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 全省失地总面积达到240多万公顷 占全省区域总面积的22.7% 接下来关注您身边的新闻 春节虽然已经过去了 但是在海外的很多地方 很多华人还沉浸在新春的节日气氛当中 而最近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 也启程赴世界各地演出 今天我们就去洛杉矶看一看 由中国国务院乔办副主任任启亮率领的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 1月29号晚上在帕萨迪娜市立大剧院 举行了北美巡演的首场演出 为洛杉矶观众奉献了一场视听盛宴 受到全场近3000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本次来媒演出的艺术团 汇集了多名国家级艺术家 在当晚的演出当中 于奎志 李胜素 杨俊等 黎原顶级名角 为洛杉矶地区的票友 展现金剧和黄梅戏等国粹的魅力 由李继红 吕辉 王洪伟 阿罗阿佐 刘铁丽等 中国顶级知名艺术家 送上温情而震撼的歌曲演唱 湖北省青年艺术团精英 为观众线上具有农意 净厨 风韵 和节日气氛的歌舞表演 让洛杉矶地区的观众 享受到一场视觉的盛宴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演出 第四年进入美国 已成为春节的一个著名品牌 洛杉矶演出之后 艺术团还将赴西雅图 芝加哥 纽约 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 蒙特利尔等地演出 浙江国际官小峰 帕萨丁丽那报道 在新年的节日氛围中 第三届世界青少年艺术节 近日也在加州拉开了帷幕 再来看小峰发回的报道 由世界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会 主办的第三届世界青少年艺术节 近日进行了各项比赛 本届艺术节的主题是环保 一百多名小朋友 从钢琴 契乐 绘画 写作等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他们的才艺 世界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会 执行会长王林表示 世界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会 成立两年以来 以及为洛杉矶地区的青少年 举办了三次大的才艺比赛 今年1月份还创办了 世界青少年报 为洛杉矶的青少年 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 本届艺术节 少年钢琴组冠军 由黄瑞琪获得 儿童钢琴组冠军 由童童获得 许金斌 王岐良 获得写作组冠军 绘画组冠军 由艾薇·布朗斯丁获得 2月5号将举行颁奖典礼 浙江国际关销锋爱马迪报道 视线转向法国巴黎 日前巴黎市市长德拉诺埃 在市政府隆重举行了 庆祝中国春节招待会 向旅居巴黎的华人 致以节日的美好祝愿 来看我们驻巴黎的记者海芬 发回的报道 巴黎市市长德拉诺埃 在市政厅隆重举行 庆祝中国春节招待会 向旅居巴黎的华人 致以节日的美好祝愿 包括国民议会的议员 勒干巴黎市副市长 子参区区长顾梅 副区长陈文雄等法国政要 中国驻法大使馆领事部 主任许建功参战 王源一米等官员 与旅居巴黎的各节华人 一千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的协办单位 法国华裔护助会会长郑辉等 会长团成员也参加了活动 这时巴黎市政府连续 第十个年头 为华侨华人举办春节招待会 当晚复礼堂皇的巴黎市政厅 节日大厅 持展水晶吊灯 灯光变为红色 充满了中国节热的喜情气氛 达拉诺埃市长在新年致辞中 对巴黎华人来到市政厅 共庆中国农历新年 表示了点欢迎 达拉诺埃在新年致辞中 赞誉旅法华家华人 珍视和传承 祖先的类似文化 为巴黎的文化多样性 增添了色彩 他表示希望华人社团 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祝福全体旅法华家华人 在新的一年事业成功 和家安康 自此结束以后 德拉诺埃市长 许建功参战 郑会会长 顾媒区长等 共同为采龙和武师点睛 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 由法国华业护助会 组织的武龙武师 中国少数民族服装展示 武术表演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赢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这些国际巴黎 千安峰报道 1月29日 巴黎华人社区 在美丽城 举行大规模的 新春联欢活动 为期7天的美丽城 中国文化周 圆满落下了帷幕 这次美丽城的 新春联欢活动 是由美丽城联合商会 主办的 当天上午11点半 二日区的区长 卡拉德拉 女士 巴黎副市长 19区副区长 弗朗苏 达努欧先生 和实习区区长 雷米贝罗 和随区区政府的代表 出席了 省私的点睛仪式并发言 美丽城联合商会会长 陈建国想把他介绍 今年是美丽城联合商会 成立以来 举行的第二次 同样的活动 今年虽然天气很冷 但是仍然吸引了很多 中法朋友前来参加 说明中国的文化 已经深受 法国各族裔的欢迎 他希望当地的华人 要融入法国社会 多学习西方文化 尤其今年是 法国的总统选举年 他呼吁 华人要踊跃投票 接下来的活动 有舞龙舞师 琵琶古针 独奏 猴戏 黄梅戏 武术 川剧变连 葫芦斯独奏 太极 孔雀舞表演等 其中 美丽城联合商会的 女子集体舞表演 在一次的亮相中 迎来阵阵喝彩 这将国际巴黎 千言风报道 更多的新闻 快速浏览 接下来一起进入 今日点击 22岁的华裔大学生 郑小姐 去年无故被 纽约曼哈顿 检察官办公室 起诉两项刑事罪 但出庭后 发现当局百乌龙 事隔近一年 检方才在上个月 同意撤控 市府的律师 向郑小姐道歉 年收入水平将成 移民能否获得 永居权的重要考量 想成就异国情缘 必须具备经济实力 这是英国即将推出的 新移民政策的改革方向 批评者称 政府此举是为了 有钱人提供特权 根据该政策 只有合适的人 才能够进入英国 这里的合适指的是 只有最低年收入 达到3.1万到4.9万英镑 才有资格在工作5年后 申请在英国的永久居留权 而如果要与外籍人士结婚的话 家庭年收入须超过2.57万英镑 美国华裔海军陆战队军事 廖紫园在阿富汗服役期间 遭零月后自杀一案的被告之一 其同袍下士雅克比 在军事法庭认罪之后 1月31日被判入狱服刑30天 但亚裔维权机构 对雅克比或轻判表示不满 去年这个时候 美国大雪纷飞 然而今年美国民众 经历着40年来最温暖的冬天 美国大部分州的温度 都在10摄氏度以上 首都华盛顿气温 反常地达到了21摄氏度 暖风徐徐 国家纪念公园里的樱花提前开花 有些人甚至穿上了短裤T恤慢跑 这情景本该在5月才出现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 1月31日晚间宣布 因为内部蒸汽管道可能发生了泄漏 由该公司主要负责运营的圣奥诺弗雷 核电站三号反应堆已被关闭 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三号反应堆 泄漏原因进行调查 快餐巨头麦当劳日前表示 已在美国停止使用一种叫粉红肉渣的原料 来制作汉堡肉饼 此前的麦当劳在美国的汉堡肉饼 一直使用粉红肉渣 并因此受到了其他国家食品营养专家的质疑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彭格斯苏塔维尼镇 二日迎来的年度土拨鼠日 土拨鼠菲尔当天出动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根据传统 这日是延东还将持续六周 土拨鼠日迄今已有122年的历史 这一节日源于一个德国的传说 如果2月2日这一天 动物能在阳光下看到自己的影子 那么未来六周内天气仍将保持严寒 相反则说明春天的脚步已经临近 中文字幕志愿 接下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您需要的实用资讯 美元现会买入价628.71 现超买入价623.67 卖出价631.23 欧元现会买入价823.29 现超买入价797.87 卖出价829.9 黄金最低价1756.24美元 最高价1758.78美元 白银最低价34.1美元 最高价34.28美元 美国的乐托号码为 2 13 19 39 46 26 法国的乐托号码为 16 5 49 43 27 杭州近日楼成交量31套 明波53套 温州21套 好的 接下来看今天的互生两世的收盘指数 好的 今天黄金时间的新闻呢 就到这里 在接下来时间 请您关注我们的华人天地 今天华人天地呢 要为您讲述的是 法国华商高爽的故事 我们明天见 请您看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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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